那如果有观众朋友看着我们的节目看到了李师傅 然后他在家里就这样自己练起来 这样子可以吗 其实我觉得照理说是不可以的 但是也有一些人呢 他就是比方说看了以后他就练了 可是我各位 也不知道练的对不对 对啊 不过各位要注意啊 评本工虽然那么简单啊 您如果说有任何的反应 不管是好的反应还是不好的反应 我们都可以 要有人在旁边稍微提醒你 对可以问我们 对 我们绝对负责 因为我在这个老师的书里头 老师出了这个几本跟平甩工相关的书 那么还有一本是最新的 这个是师父的自愈之道 生命的真相修复的力量 那这几本书里面 其实也都有很多人的小故事 那里头就真的是非常奇迹的部分 也都有啦 那里头也有一些人是练了之后 发现会有一些反应 例如说这个是不舒服的 不舒适的 但这个要有一个提醒 要有个提点 让他去过渡那个时期 对不对 您讲了这个反应 当然有一些是很好的反应 它很舒服 那有一些人呢 他本来不练还好 他练了之后不舒服 其实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因为他的规律跟他的循环了 当他一点点变好了以后 然后呢 他就会去攻击那个 就是几十年来所累积的病变 好多年来累积的病变 但是这个病变如果一直存在身体里面的话 他可能就会出大问题 然后这个时候呢 他那个气血的流畅 他会不断地去攻击那个不好的地方 然后让他畅通 就讲的简单一点就是这样 那这个时候呢 他会有一些反应 他本来没有不舒服 怎么最近这里不舒服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告诉他 我们会看他的那个很确切的那个动作 是不是那么样的标准 然后我们会告诉他 那个甩甩的前后 你要喝温开水 如果你觉得这段时间特别疲倦 你要注意休息 如果你觉得这个他那个还没有打通 千万不能停 要继续练下去 一直到打通为止 不要前功进气 那就可惜了 好 所以就是持续 然后正确地去练习这个平甩弓 如果发现 怎么有一点点不太舒服 就停止了的话 就有点前功进气 前功进气 那就可惜了 那就可惜了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就要带观众朋友 我们一起要来练平甩弓 准备好你家里的舒适的衣服 我们一起跟着李凤山师傅 一起来练习 马上回来 好 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要跟着李凤山师傅 还有谢真怡教练 我们一起要来练平甩弓了 请师傅要告诉我们练平甩弓之前 有没有什么必须要准备的部分 好 我们要开始了 我们首先就是放轻松 放轻松 放轻松以后就把呼吸调匀 两脚平行地站立 完了以后慢慢地就把手平举 平举了以后就很自然地开始甩开 很自然地让它掉下来 要甩多高 对 我们就甩到这个平行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越甩越高 越甩越高的话 就不小心就变成普通的运动了 它那个运动量它会过大 所以它等于举上来的时候 就是平行的这个位置 对 然后往后的时候呢 就是现在有一种甩弓 它往后的时候它非常的使劲 但是它不太适合 这个身体状况不好的人 或者年纪太大的人 对关节反而不好 那这个关节呢 我们的目的是要让它甩到 甩开 甩通 而后甩到灵活 我们就很自然地 就往后面这么一甩就行了 不要很用力地往后 是 很轻松地 到了第五下的时候呢 心中莫属 第五下的时候就是轻轻地蹲一下 然后您看它的这个脚啊 它会弹两下 你看一 二 上来 为什么 当我们蹲一下会弹两下 对 然后呢 它蹲下去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气机啊 它会更加地稳定 它往下沉 它沉到底的时候呢 它自然地它就回流会更好 那师傅我们在蹲下去的时候 我们要蹲多低 对 不要蹲太低 比方说有的人呢 他甩习惯了以后 他体力特别好 他不蹲低一点啊 他觉得不过瘾 那也没关系 但是一般的话 就是普通的 一般的 普通的就可以了 哦 那我们刚开始 我做的时候 我没办法弹两下怎么办 它会渐渐地 有可能弹两下吗 对 慢慢地 只要放轻松 它自然就能弹两下 而且您可以试试看哦 你比方说 这么一蹲下去的时候 上来 它自动 其实就是一下一上 哦 哦 保持轻松愉快 哎 您别看这个 拼甩工很简单 是 这个我们做过很多实验 嗯 比方说有的人呢 大大咧咧的甩啊 嗯 它效果就小一点 哦 它抱持着一个尊重的态度 是 效果它就更大 是 那在甩的时候 我们心里 或是我们的脑子里头 应该要怎么样去 配合这样子的一个 拼甩工 我们除了放轻松以外 嗯 当然最好是不要胡思乱想 嗯 可是有些 有些东西呢 它实在想不起来 嗯 不要借这个拼甩工 拼命在那甩 然后呢 放轻松以后呢 自然就文思全涌 啊 哦 像睡教练 平常也有在跟 一般的民众 来 教学吗 他常常教 哦 哦 是 应该看他好像年纪轻轻的 嗯 其实他已经四五十岁了 哈哈哈 哎呀 老师 然后呢 然后呢 看起来 看起来太年轻了 看起来像二十岁啊 这才是有效果啊 哦 然后那个 那个什么 他那个 说实在的 他 好小 他那时候八九岁 我就开始教他 一直到现在 哇 这个不容易啊 所以 小小孩哦 开始学了之后 除了刚才 师傅提到的 就是很多人有过敏的问题 很多人 这个上课不专心的问题 得到了改善 对 那还有 最主要改善的原因啊 就是他容易放轻松了 嗯 还有一个就是 人放轻松的时候啊 嗯 他反而不容易患散 他反而集中了 你比方说 为什么有的人啊 嗯 你看他好像有点患散 嗯 就是因为他太紧绷了 嗯 他太紧张了 他紧张完了以后 他会非常疲倦 是 他一疲倦 他当然他就精神恍惚了 嗯 嗯 所以在老师的书里面 其实也有看到 师傅一直提到 我们要松这个事情 对 放松 放松 所以在书里头 我看到老师做了 好多好多的这一种 超级松的动作 都觉得老师 哇 你的软骨好像 就是一个人可以 缩在一起的感觉 对 他那个 各位可以试试看 对 你比方说像刚才您讲的 这个松的感觉 就是一个弹性 嗯 比方说有很多人 他年纪蛮大的 他也 他这样拉筋 他会觉得很不舒服 他就觉得 哇 这个筋好硬 后来我们就跟他讲 你不要刻意去拉筋 你就轻松的平甩 有的人甩个一两个月 他突然他那个手 就可以碰到脚 哦 有一句话说 我们手掌离地面越远 等于就是 离棺材越近 我离棺材越近 我看到这个师傅 说上这句话 我赶紧看看我能不能 铺到地板 哇 我发现 哇 有点困难 所以我们就是 筋骨要松 我们身体才会健康 对 啊 其实你 我其实一般人来讲的话 除了 当然有些小孩子很小啊 对 他本身就有那个韧性 嗯 你可以你可以去稍微使用 为什么小孩子就是都很软 但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就越来越硬 越来越硬 对 他最主要一个就是 他这个有这个老化现象 嗯嗯 那还有一个就是 他没有适当运动 嗯 你比方说像我们现在 每天都有适当运动的话 对 他就不会 不会那么容易就 就硬化 是 师傅像这个平甩弓啊 我们甩着甩着 师傅也会满头大汗了 嗯 这个也有可能 嗯 你比方说有的人他好流汗 嗯 他也许十分钟他就流汗了 嗯 那有的人要甩到半个小时以后 他才会流汗 哦 但是一般来讲的话 各位 你不要刻意去流汗 OK 你该流他自然会流 哦 所以流不流汗 就是我们不要去 呃好像特别在乎这个部分 对 哦 因为一般我们都觉得 哦练功或者是做运动 好像一定要流汗才有效 所以这也不一定 哦 对 那比方说运动他这个外面流汗 嗯 他有的时候会练到最后 也许有外强中肝的现象 哦 是 好 那么在做这个平甩弓的时候 我们 穿着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对 只要能够 只要能够这个稍微能够半蹲 嗯 稍微能够甩开 嗯 就可以了 嗯 通常有时候穿的外套比较不方便 把外套脱掉就可以练了 是 嗯 嗯 现在您看啊 他现在如果停下来 对 也是慢慢的让他自然的停下来 停下来以后呢 他可以轻轻的把眼睛闭着 嗯哼 闭着然后把呼吸调匀 嗯 然后确定自己轻松了 呼吸调匀了 嗯 然后他就开始做其他的动作了 哦 所以我们在一刚开始的 呃 做平甩弓之前 我们需要做什么暖身吗 对 还是不用 没关系 平甩弓呢 他的暖身就是 对 把眼睛闭着 放轻松 然后确定保持中症了 嗯 两脚平衡 然后感觉到呼吸调匀了 嗯 就可以甩开了 就可以开始了 嗯 不需要拉筋啦 什么 暖身动作也不需要 让气先通 嗯 他气通了以后 他自然他就能够松开 是 那在停顿下来的时候 也是慢慢的 慢慢停下来 停顿下来 停顿下来之后 呃 我们的谢教练 现在 哇 现在因为发现他更年轻了 对 现在看一下18岁 哇 OK 所以这个平甩弓呢 在任何的时间 任何的场合 在户外做会比室内做更好吗 其实也不一定 嗯 比方说像外面天气不好啊 各位还是在房间里面练比较好 嗯 除非是风和日历 到外面练会很好 是 还有一个 希望大家在练的时候 不要面对的风练 哦 如果在外头的话 不要面对的风练 对 然后就是这个 你吸的不是自然的空气 哦 反而是是风 有时候吸到肚子里面 会觉得里面会凉 嗯 凉了你就会觉得肚子不舒服 嗯 嗯 我们还是背着风练 其实最好 是 OK 会不会练完每个人的状况不同吗 会不会有些人练完是有这种不痛变成痛的感觉 有 有可能吗 这种情形会有啊 哦 你比方说啊 像有的人呢 他们平常好跑步 好登山 嗯 也许呢他会有风湿的现象 对 或者膝盖出问题 然后呢 他只要练平甩啊 慢慢他就会缓和了 哦 好 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 呃 如果呢有些观人朋友您站着练平甩弓不太方便的话 其实坐着也可以练平甩弓哦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来告诉你 好 李峰山师傅呢 一直希望把这个平甩弓呢 普及到每一个人哦 即便有些朋友他的这个身体比较不方便用站的来练 所以其实用坐着也可以练嘛 嗯 嗯 我们那个练平甩弓啊 如果说啊 暂时不能够站起来 嗯 或者有些上班族啊 你你如果突然站起来练 人家也会觉得 老板说 哎你坐下坐下 对对对 会打扰到别人 嗯 那就是您如果坐在那里 其实也可以练 嗯 然后也是轻松的啊 就有如站的一样的 哦 眼睛稍微闭一闭 嗯 放轻松啊 保持中正 保持平衡 然后把呼吸调匀了 嗯 就可以甩了 嗯 就坐在那就可以甩 所以 但是他坐着就没有这种 蹲两下 蹲两下的这种感觉 对 但是他这个里面 有一个学问啊 嗯 你比方说像我们那里 就有一位 有一位同学啊 嗯 他的这个腿就是不方便 嗯 他这个也是长时间的 都坐在这个轮椅上 嗯 他后来呢 他现在啊 他就不用再坐在那里了 他经常呢 他可以站起来甩了 哦 那就是因为啊 嗯 就是我们在甩的时候 在心理上 嗯 比方说你到了第五下的时候 嗯 还是轻轻的蹲那么一下 哎 比方说 哎 三 啊 四 啊 五啊 就是很轻松的 嗯 在心理上往下沉一下 慢慢的呢 他这个气血啊 他会往脚底走 嗯 往脚底走的呢 他那个腿啊 他的力量就会出现 嗯 所以平甩弓哦 对于整个的血液循环 对于末梢神经 对于整个五脏六腑里面的 这种 呃 器官的健康 其实都是有 这种潜移默化的帮助的 潜移默化 嗯 是 而且这个里面有一个秘诀 嗯 人家讲说这个动作那么轻松 到底它的效果在哪里呢 嗯 比方说讲一个很简单的 嗯 有的人他这个呼吸道不好 或者有的人呢 他的胃不好 嗯 可是呢他平甩弓呢 哎 特别对这个呼吸道跟这个胃啊 产生很大的效果 它的原因在哪里呢 嗯 原因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横隔膜 嗯 您可以感受一下 嗯 很细致地去感受 我们在平甩的时候啊 这个横隔膜呢 它会随着这个 这个平甩啊 很规律地上下起伏 有没有发现 哎 很规律地 上下起伏呢 它那个 它就能够很很微妙地 在轻松的状况之下 去振动它的胃 跟它的肺 然后这两个东西 一好了以后呢 那其他的地方 通通都会得到好的影响 嗯 这真的是很神奇喔 很神奇 所以师傅 你这个平甩弓啊 对师傅你这个平甩弓啊 是从什么样子的 这个 派别当中去统合出来的吗 对 你这个讲到派别啊 那又是问的这个内行话 那你比方说 我们那个 那个 我们从小就练这个武术嘛 嗯 武术 那就是借这个导引术啊 来避免这个武术方面的这个 比方是受的这个伤害 对 或者有内伤的这个情形 可是呢 我们练了各家文派的导引术 甚至于佛家的 道家的 儒家的 大概所有家的 通通都练了 后来我把它终观了以后呢 发现有在这个 尤其是这个佛道 这两家 他们都有这个跟这个甩弓 有很 很有关系的 它很多种啊 很多甩法 对 各种各样的甩法 各种各样的甩法 都有 都有 后来我发现呢 可是不一定每个人都能甩 对 它有限制 局限性 它有一个局限 对 然后呢 怕人家甩出那个毛病来 有的人隔得老远 他又不能够常来 那怎么办呢 后来我就把它浓缩 把它归一 归纳 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观念 很讲究这个 归纳归一嘛 然后我就把它归一成这个 平甩弓 就是刚才您讲的 让它平易近人 是 一般外头也有一些 可能从这个 李凤山师傅创办这个 诶这个 平甩弓之后呢 外头有好多好多平甩法 对 甩法啦 甩法 甩手工 对甩手工 那这一种甩手工跟平甩弓 不同的地方在于哪里 我就举一个例子 那除了刚才讲的那个五花八门的那种甩法以外 对 那现在那个市面上有 以前呢 有很多人有一种甩法 它就是比方说它要虚零顶性 它要舌底上额 它要提肛 什么什么 那个脚要抓 抓地 脚要抓紧 对对对对 然后甩的时候你前面必须要多少度 然后后面也必须要多少度 对 后来我发现 吃饱了不能练 肚子太空不能练 对 高血压的人不能练 低血压的人不能练 太多限制了 运动不能练 然后呢 这个名堂很多 那有的年纪太大的 你这个往后甩的 甩的太凶 它也不能练 后来我发现一个现象 那个有这么多的不能练的话 它不适合捕穿 它只有这个耳提面密 是不是 要明示指点 对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平甩功能 它就可以完全除掉这些障碍 是 就是孕妇也可以练 对 孕妇也可以练 我们那边有那个气功宝宝 就是练平甩 哇 那应该特别好深吧 深的说 你就讲这个 特别好深 特别好深 有一些人是 这个可能午时间啊 或者是手举不起来 妈妈手 其实这也可以练 对 可以练 它如果没有办法举到平的 会慢慢变成 慢慢来 慢慢来 慢慢晃 晃着晃着 它就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了 OK 是 对 因为通常一般人 就好像画画的人 或者特别写字的人 或者像您刚才讲的 那个妈妈手 对 它光是一个端锅子 对 端不稳 大部分都是只端那个手 对 它久了以后 它就受伤了 可是甩子甩子 它就能够完全打通 嗯 好 那最后呢 我们再请李凤山师傅呢 跟我们最后盯领一次 我们要练习平甩弓 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好 我们除了刚才讲的那个 要放轻松 保持中正 保持平衡 保持规律 还有一个 希望能够每天甩 除了这些以外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一定要用尊重的心 去对待它 是 然后呢 我们会更深度的去感 去体证 它的好处在哪里 但是千万要注意 不要忘了那个规律 不要越甩越快 是 或者越甩越绷紧 这种情形都不要有 是 我们在这个老师的书里头 其实我看到几篇文章 自己看了也非常的感动 里头有很多的名人 帮老师写了推荐序 那里头就有提到说 他发现功力越高深的 越谦虚 越有感恩的心 所以我们从李凤山师傅身上呢 就完完全全看到了 哇 一个这么 这个功力高强的人 他却是 如此的 希望 如此的平静 而且真的是希望 每一个人都可以完美 然后每一个人都可以圆满 这个是最棒的 那最后呢 李凤山师傅 对于我们呢 还有什么要特别叮铃的吗 或者是对于 整个台湾社会的这种身心灵的部分 有没有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呢 对 你比方说像那个 比方说有一些人 就是各宗教他不同 是 比方说有的人 有的宗教呢 他好像不练那个气功 可是各位啊 您就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运动 是 还有有些人呢 他这个经过修炼呢 他喜欢打坐嘛 您可以试试看 您在打坐的前后啊 练练平甩功啊 会打坐的更好 而且最主要就是 我看过很多的那个出家人也好啊 或者这个修炼的人也好 他们做久了以后 他膝盖出问题 所以我们练平甩功呢 都能够把这个气血打通 好 再次谢谢我们的李凤山师傅 谢谢您来到我们节目 也谢谢我们的谢正宜教练 谢谢您的示范 谢谢 也谢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 那么呢 李凤山师傅 他也这个出版了这个 《平甩功》这本书 还有《自愈之道》 这本书也希望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参考看看哦 再次谢谢师傅 谢谢 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